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那么天安门这个名称是不是由最初一直沿用到至今的呢 面对这么宏伟的建筑 天安门的最初设计者又是谁呢 天安门历经沧桑 六百年间窥然不动 虽然经多次休憩 但仍保持着明朝初见时的原貌 是真正见证历史的雄伟巨作 而这样一个镇骨朔金的伟大建筑 竟然是出自明初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孩之手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一般公认为是明代建筑师快祥 快祥是今江苏无县人 父亲是总管建筑皇宫的木工手 快祥自幼随父学义 资质颇高 小小年纪已经显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后来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 修建皇城 快祥只是数十万建筑大军中的一员 但是很快 快祥便因卓越的才华而脱颖而出 引起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公布官员宋李的注意 经过交流 宋李折服于凯祥的惊人创造力 很是器重他 随后 宋李就把设计皇城正门的重任交给了凯祥 不久后 凯祥就完成了一整套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李看后很高兴 马上命人送去给朱棣过目 朱棣看后对凯祥的设计方案很是满意 当即决定采纳 并命令立即动工 这一年 设计师凯祥还不满二十岁 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才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 承天门建成 从此 这座伟大建筑成了中国的象征 承载了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荣辱兴衰 这项工程在凯祥运筹下 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 其城楼形状与今日大致相仿 但规模较小 建成之后 受到文武百官称赞 永乐皇帝龙颜大跃 称他为凯鲁班 凯祥在经四十多年 先后兴建的工程除天安门外 还有故宫的太和 中和 宝和三大殿 以及两宫 五府 六雅鼠和玉花园的建设等 京城中文武朱司的营建 也大多数出于他手 他奠定了明清两代宫殿建筑的基础 所以明代故宫的鸟看图上 把快祥的像画在上面 快祥晚年 还经手建造十三陵中的玉陵 道县宗成画年间 他以八十多岁 仍直级供奉 保持着快鲁班的称号 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 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 中文武朱司的营建筑工艺水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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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